放弃36.08亿配售权 现在仅计划增持5000万 两者间的巨大悬殊让投资者很不爽 兰斯科技12月16日发布了 公司实际控制人计划增持公司债券的公告 公告称 实际控制人周群飞女士 郑骏龙先生所控制的长沙群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书面通知 群星公司基于对兰斯科技未来健康发展的坚定信心 同时为提振兰斯科技投资者情绪 计划在兰斯科技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后的6个月内 在二级市场上增持5000万兰斯科技可转债 注意 实际控制人的增持价格是不高于可转债每张面值 截至12月18日 兰斯科技报收于30.08元 兰斯可转债的转股价是36.59元 兰斯转债上市时跌破100元面值是大概率事件 有网友评论称 这个公告是公开机粉申购的人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破发 不要指望实际控制人出手就是拉回面值之上了 兰斯转债发行一波三折 除大环境不好 转债行情转冷外 还在于兰斯科技大股东出乎意料的放弃了36.08亿的优先配售权 让广大中小投资者成为接盘侠 兰斯转债虽最终发行成功 但其气购比例已经创下可转债信用申购以来的记录 12月13日晚 兰斯科技公告可转债发行结果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金额为35.43亿 放弃认购金额为6.07亿 气购部分占本次发行总额的12.65%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将包销被气购的6.07亿兰斯转债 12月12日至今 兰斯科技连续下跌 累计跌幅近15% 当前股价为30.08元 仅为转股价的82.21% 继续下跌幅近15%